主持人掌聲 這裡還有T線公主 陳條根 這個時候 我們一起看一看 我覺得還不錯 我花了很長時間去研究怎麼去演 坦白說 演這個角色是壓力非常大的 他是一個經典的英雄人物 我認為每個中國人心中都有一個孫悟空 每個中國人都希望自己像孫悟空 然後有很多經典的電影電視曾經拍過 在觀眾心目中有一定的地位 我覺得對我來說 牛魔王對大家感覺都是一個 他已經不是一個很正派的人 感覺 但是我覺得這些是對我來說一個新的挑戰 我覺得角色上面沒有分好與壞 你怎麼去對待 我覺得他寫出來 其實他有他的生命 他有他的生命力 我覺得你在電影裡面是塑造一個人物 對我來說沒有分正與邪 或者是壞蛋 或者是一個好人 最重要的是 就是既然我賦予給我這個角色 我就必須要把他演好 這個演員就做 這個 很精緻 不是我非表演 我當然覺得是很 我認為每一個演員都有他的專場 那我 很明顯我的專場肯定是功夫片打片 所以我還是把我的經歷放在舞蹈片 但是一部好的舞蹈片 他裡面的元素還是包容著所有一部成功的電影的元素 比如說愛情啊感情啊兄弟情啊 都肯定需要肯定有的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演員 必須要表現到演技的那部分 其實是全方面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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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